反正蘇貞昌就亂講一通 蘇貞昌昨天還講說 韓國瑜見林鄭的時候 屁股只坐半張椅子 我明明看那個照片 就坐得很滿 而且林鄭其實也是 他是一種禮貌的做法 但蘇貞昌就可以把他 硬扭曲成這樣 韓國瑜跟我接頭專訪說 他也坐半張椅子 所以我跟林鄭的位置 是一樣的 你不得了 下次蘇貞昌就會點名 因為他習慣這樣做 他習慣坐比較前面 手放著這樣 他不習慣這樣子 所以我跟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跟你講蘇貞昌他的個性 他就是為了損而損 他就是為了酸 就隨便找一個題材 就開始亂講 像他剛剛講說 剛剛又正講蘇貞昌 當他被韓國瑜講說 沒有幽默感的時候 蘇貞昌說 在場所有記者都笑了 結果他不笑 就不好笑 很多記者可能不是在笑韓國瑜 是在笑蘇貞昌 想說這個院長在講什麼東西 你這個院長 你的格局怎麼跟小學生一樣 人家講說 最主要一開始的是 韓國瑜在全代會說 民進黨執政讓台灣退步30年 結果蘇貞昌不去回應這個問題 然後跑去酸韓國瑜 你不覺得很無聊嗎 人家說你偷東西 然後你就說 你四年前沒有扶老太太過馬路 這風貌牛不相關的事情 然後現場記者當然覺得說 怎麼會一個行政院院長 格局會做得這麼小 還有第二個 為什麼不好笑的原因 是因為蘇貞昌他本身 他就不是一個讓人家覺得 會開玩笑的人 他出口就是損人 出口就是酸 對不對 以他的個性 我根本不認為他是開玩笑 就像假設我今天平常 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然後我今天 我跟惠玲很熟 開一個惠玲的玩笑 我很正直 然後惠玲她今天穿短裙 我就說惠玲你腿好漂亮 讓我心花怒放 惠玲覺得沒有被騷擾到 因為我是正直的人 他覺得你是真正在誇獎他 他是開玩笑 可是如果今天 但是這是假新聞 OK 對 但是如果今天換一個 但是如果今天換一個人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很猥亂的人 然後我是一個每次都很喜歡 對人家毛手毛腳的人 結果我今天跟惠玲講說 惠玲今天穿短裙 令我心花怒放 然後結果惠玲要告我 我說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 你相信我開玩笑嗎 你絕對認為我就發自內心的 想要對你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這麼猥亂的人 你可能不用假設 你在講陳為廷嗎 陳為廷是摸別的地方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這樣比喻大家懂了 為什麼大家不會認為 舒仁昌是幽默 因為你平常就是那種 機場鳥肚 小鼻子 小眼睛的人 開口就在損人損人 你開口就是要損人 而且你前後聞 你都是在損韓國瑜 你怎麼會讓人家覺得 你在開玩笑 所以一點都不幽默 舒仁昌你不要把別人當笨蛋 而且昨天舒仁昌那個場合在哪裡 在新北市 他在幹嘛 他參加新北市的一個 三重的挺車場的一個典禮 結果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在 他故意 去誇獎侯友誼 然後來損韓國瑜 他故意講說 我們行政院前瞻計畫 看什麼新北市動作很快 所以我們就補助 其實他在故意用這個話術 在按批韓國瑜 好像沒有很認真試證 他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知道嗎 他連數字都講錯 他說他前瞻計畫 補助了新北市18個停車場 實際上只有17個 所以侯爾宜上台就說 舒院長你記錯了 是17個 跟他聲明 漂亮 讚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記錯嗎 因為蘇貞昌根本忘記了 他來幹嘛 他忘記他是行政院長 他以為他是 蔡英文的競選總部總幹事 他今天來只有一個目的 要算韓國瑜 不是來參加行政院 應該要參加的停車場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舒登昌你好像忘記了 你自己的工作 你用國家機器在行選舉之時 現在高雄有兩個怪象 一個是真倉到處在 還有雨後見其邁 就是到處都有舒登昌 那什麼都管 然後只要下完雨 你可以馬上看到 陳其邁出摸在 高雄的大街小巷 怎麼其邁又來了 真的 來 雨後見其邁 然後很幽默的是 陳其邁的這個 韓國瑜不是跟中央說 補助我兩萬塊 要補助嘛 醃水要補助兩萬 結果呢 陳其邁也在臉書上自己PO 說真的真的 你們淹水我是公共以上 我們就要補助兩萬元 結果呢 他自己PO完以後 說要補助兩萬元之後 就高雄市告訴我們說 這個消息我們是從 副院長臉書上得到的 我們完全不曉得 這是不是怪怪的 就是說怎麼會 副院長在臉書上說 嗨 高雄的朋友們 你們家如果淹水很慘的話 我給你兩萬塊 然後高雄市政府說 這是我完全不知道 這個錢是行政院發給 災民嗎 不是吧 是行政院給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在發 以補助的名義 發給這些受災戶的民眾吧 結果陳其邁現在是覺得 自己是高雄市長 然後就直接在臉書上面PO文 告訴大家說 我給你兩萬 然後跳過高雄市政府 這真的滿奇怪的 所以高雄的 目前最大的怪象 我不敢說亂象 怪象就是 曾昌到處在 雨後就見其邁 老師 這個蘇貞昌這樣的一個做法 等於是很明顯的 也就是說蔡英文還是把 韓國瑜當成頭號的敵人 也就是說 對蔡英文來講的話 他要連任 他一定要先打敗韓國瑜 目前看起來 韓國瑜的氣勢還是高 司煙這兩個事情 好像跟他們兩個沒關係 他不特別說得講話 完全沒有說得講話 跟他已經完全不一樣 這也滿奇怪 怎麼會看到他們兩個應該 你還記不記得上禮拜 你還特別記住 我們不要忘了7月哪一天 哪一日 7月23號 蘇貞昌說 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我不是在現場 我沒有評論 7月23號 他是行政院院長 對於整個這麼大的一個走勢案 而且海關是他管的 因為海關是財政部管 交通部也他管的 也是他管的 很明顯的華航也是在交通部 要督導的範圍內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他對這個事情一無所慈 到今天十幾天了 還沒有說話 這個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行政院院長 了不起 因為他的眼中不管走勢案 他的眼中不管國際醜聞 他的眼中只管這個韓國瑜 來 換個 我補充一下 我剛剛說華航的三位幹部 可能是奉命 今天在聯合報有一個調查官 去投書 馬英九無心插柳 成就私菸破案 我不曉得這位調查官 是不是奉命我就不知道 但是這種結尾 你去投書很奇怪 因為字太小 我放大給大家看 調查局的調查官 不過他不是在新北 是他在台中 然後他說 這個可能成為幫助國民黨 贏得總統大選的關鍵 就是因為現在華航這個試驗案 國安局的試驗案 可能是總統大選關鍵 因為觀眾朋友 距離選舉還有164天 你要告訴我靠試驗案 贏得總統大選 不可能 國民黨也靠國際的 而且一百多天也這麼多變化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這個馬總統的時代 佑正你很清楚 馬總統那時候也有三千多條 最多也有三千多條 你如果要拉 我相信國民黨沒那麼沒骨氣 而且試驗案 能夠撐到164天 我是不相信 佑正我講一下這個 我幫國安局的朋友講一下話 因為這個第四條 你如果光看這條件說 是 公用運輸工具 又漏稅物品 把把把 你可能想說完蛋了 這個是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 沒錯 貪污最重就是這一條 裡面 條文裡面最重就是這一條 那我請問大家 一條菸的菸 這個差價大概600 我算它600 我請問觀眾朋友 有沒有可能為了600 去拚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啊 我自己拚 我就要省這600塊 所以我拿一個表格 這個昨天黃崇英公布這個 佑正我這邊做預告 因為這案總有一天會解 我跟他講說我以前看社會新聞的 這個例子跟他做預告 這個表格很重要 有人買一千條的 一個 他為什麼買一千條 這到底是在幹嘛 然後他每一個 因為他這是行政店 他已經調查出來了 最後我的預測跟大家報告 我們聖後龍 有多深挖多深 我先做報告 最後可能會用條數來做決定 說刑責的高低 看你買幾條 你來行的 看你買幾條 當年的特徵組在辦中奧商工會 跟亞裔市工會兩個談判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 中奧商工會送給你5萬10萬 叫做政治獻金 因為5萬10萬 中奧商工會 你是大牌的立委 我送你100萬 談判 他就用那個來 這個條數要怎麼算 就我剛剛講 我相信國安局 那個什麼示威士那些人 說我為了600塊 為了省600塊 我去跟你拚十年有期讀刑 不可能 所以最後這個條數會變成說 你是不是要拿來轉賣的 還是你自己要抽的 你的親朋好友分一分什麼的 當然抽菸是不好的 大家不要抽菸 我最後這個表格 可能 我的預測 可能是最後起訴與否 有罪與否的關鍵 我還是比較關心韓國瑜 因為有夠倒楣 這個淹水算你的 拿水果刀也出事 要補助人家也要搶功勞 現在連長分手都是韓國瑜的錯 這個真的是 今天這個新聞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們這個翻白眼女神 因為她有一個同心的伴侶 本來感情不錯 這個選舉的時候在一起 本來感情不錯 可是最近好像就被抓到說 她這個伴侶 另外一半 就有跟別的女生這樣子 感情很好這樣 那她就心碎了 那現在就是溝通完 和平分手 那她也想要趕快 搬個新房子 然後也放話說 我單身了 大家趕快來追我 就是很多人都有機會 你覺得她是女神的話 可是據說她私下其實很難過 我相信 女生碰到這樣的事情一定會難過 可是她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很莫名 她說我很難過 而且我要怪韓國瑜 為什麼 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批韓國瑜爆紅 被通告活動填滿了時間 她應該有更多時間 可以跟女朋友在一起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她認為說 都是韓國瑜害我紅 就像剛剛這個委員講的 都是華航把那個目錄拿來 所以我才超買的 都是華航就是獻我於不義 所以因為韓國瑜讓她紅 也因為她紅了以後 她要花更多時間去上通告活動 罵韓國瑜 所以沒有時間跟另外一半在一起 所以她分手是韓國瑜的錯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大家也看到我這個瑜青 韓國瑜的錯對不對 不是 這是民進黨的錯 不是韓國瑜的錯 因為你們出了這麼大醜聞 讓我覺得真的很丟臉 總統專機射到走私 所以我就不小心摔倒撞到柱子了 知不知道 都是你們的錯 無聊透頂 我今天講這句話 大家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現在蘇貞昌 真的是非常符合 敗選者聯盟的主職的地位 你看她 她從她到陳其邁到整個團隊 該你們負責的 你們通通都不負責 這樣子的案子出來了 交通部不歸你管嗎 華航要不要好好的整治一下 結果我們沒有看到 她對她自己負責的業務 講過半句話 我說真的 我們原資雖然常常模仿她 可是我也覺得 你哈官不要哈成這樣 你想當官 小瘋 你們這些人 想要回去選高雄市長 想瘋了對不對 你今天在臉書說 兩萬塊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公文都沒有到高雄市 你吃什麼豆腐 你們民進黨現在全黨上下 只剩一張嘴是不是 講話出來的 就是那種尖酸柯薄的話 難怪記者通通笑了 笑你們這個不就是 敗選者內閣的格局嗎 你們除了會講話柯薄人以外 請問你們到底做好什麼本分 你們還有臉指著韓國瑜說 先把你高雄市政做好再說 請問你們做好了行政院 該做的政務嗎 你們都做得很好了是不是 所以你們很有餘力 每天沒事就調侃別人 我覺得這些人真的拜託 大家如果不想覺得你的言論自由 被這些人牽制 現在已經我覺得整個坊間 已經到了快要窒息的地步 只剩下這種什麼跟男朋友分手 也可以扯到韓國瑜這種事情 除了他沒有言論自由以外 別人都沒有